這麼大 這沒出來比人家的頭骨更大的油就是代用油 這是國際鄉民設計後兩七年多時間所採訪出來 現在也涼散中期了 因為我們的行鑽是兩次風胎的影響 有露骨 所以算是差不多三、四、三、四 就是風胎兩次 所以露骨 都這樣採摘到差不多三、四、三、四 今年因為油胎在新中期連山中有兩種風胎 也讓油胎外皮受損減中 不過農民表示 這麼多口感到甜度一時都沒有影響到 今天的品質在裡面是不差 外表因為風胎來的關係 鑽子和柱子歪會受損,會摩擦 所以皮山不說太漂亮,但是一部分還好 冰胎吃到十三道粥油,很甘、很甜、很好吃 你看這些鱈肉就像這樣 用說甘甜多汁 今年我們的鱈肉的外皮比今年不漂亮 但是裡面的果肉吃一樣都是甘甜多汁 你皮就用這個刀來來,你下這個皮就好 這種油胎皮拆下來的農民工胖來 也叫大家採摩五湯定雕 因為這是做清真用品最好完了 清潔劑做洗衣服用 你如果要洗衣服用的時候 你用我們的蚵子一蚵子下去 那三口還沒炒冬生 還要殺菌,多好用 還有起泡劑,三罐酒精 三罐酒精,一罐起泡劑 7000cc的水 是很好洗嗎? 很好洗 現在是來高興吃油胎最好的幾天 所以今年介紹比去年較高 但是口感和程度都不錯 所以也推薦給大家做回來評審 記者真心,藏不到